HELLO 大家好,我是Omega,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來散步的 然後順便看看有什麼地方可以玩玩看 好,跟我走吧 欸,那邊好像可以玩玩看 欸,這邊有個水溝耶,過來看一下 超多魚,超多魚 這邊超多魚的 這邊大概90%的無鍋魚 然後10%的零 還有一些奇奇怪的顏色的魚 那泰國裡的話,我有看到一隻或兩隻 那根據我經驗的這種地方 他們都在等出水口的食物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丟一根樹枝下去 他們應該會來搶 再來實驗看看 這是一個樹枝,我丟下去看看 我剛剛會撿這種 從樹上掉下來的東西 所以 等一下我用水錶的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OK,Let's go 現在要準備一下釣竿 那我看這邊高低落差蠻大的 所以我想說我用硬一點的竿子 會比較好 那 我先來煮釣竿囉 現在剛剛說他們喜歡吃浮水的 那我就用這個 這個呢一般來講應該是來釣臉魚的 大家來看一下 它這個造型蠻酷的 上面是一個肥兔兔佐威猛 然後 鉤子下面再勾一個這個 這個應該釣魚效果會不錯 我先把它綁上去吧 然後我剛才看喔,那邊的魚 至少啊 都有一斤到兩斤以上 所以說我這個鉤子換大一點 就可以過濾掉一些小魚 好,現在就來這邊拋吧 然後這邊的環境呢 說實在是有點狹小的 所以我大概拋頭的時候 就是 動作會非常限制 所以我大概只能用晃的過去 不得不說這邊的魚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應該隨便釣都有啦 來啦 我靠,都跑來搶了 我靠,都跑來搶了 中魚喔 欸,跑走,跑走走 欸,這魚都超兇的啊 隨便釣下去就咬喔,靠 然後中魚的時候就拉到人這邊 然後中魚的時候就拉到人這邊 就把它鎖起來 一兩斤油喔 現在把銀拔上來 哇靠 這隻超肥的啊 這好像二幾百年沒吃飯一樣 但是,其實還好 哇,你看他們肚子都超肥的 拍下去還有聲音 來 哇,這隻 少說一斤油啦 還不小喔 好,再試試看吧 看可不可以掉個十幾二十隻上來啊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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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碗這個 好喔 好喔 來喔來喔 補充一下喔 這邊這水溝基本上都是排名聲廢水到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這水溝直接排水 這水溝直接排水溫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處理過 所以 老話一句 不要知道碗可不可以吃了 要吃你可以吃但是我是不建議啦 好我們現在靠近一點 這樣就不用拉那麼辛苦 下面也是超胖魚 把這一隻搞上來不得了喔 不知道吃什麼吃那麼胖耶 要去減肥一下 再試個幾蛋 我發現人靠越近 他們警覺性越高 所以強額比較沒有強那麼兇 鼻子 開始 冷有了 冷卻 冷卻 哈哈,又是一隻肥牛,有肥到,就看這個肚子,戳戳戳,超肥的啊 其實五國瑜有一種那種羊群心態啊,只要有一隻來追耳,剩下來就會跟著追,好像他們會怕搶不到食物一樣 好啦,現在來給我攝影師玩玩看,大家就是我幫你跑 好,來,你去,你去吃吧 好,我幫你吃 好,我幫你吃 好,差不多 好,差不多 有,有 你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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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 他要盪子用圈 拼著 可以看 他好咬 剪快一點 可以擾嗎? 不會擾 這隻線就手短 拉直 刷蟹 這隻蟹蟹 不小喔 拿去跟鞋子比一下 放一腳 跟鞋子一樣大天 不小隻 從手 他們好像抱二幾百天一樣 隨便弄隨便咬 隨便咬 要放一... 這個就小隻一點嗎 熟成 随随便便又中一隻啊 這邊很肥 你看這個厚度 超厚的 這麼厚 好啦 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我這樣子玩 玩大概一兩個小時我覺得蠻累的 因為這邊還蠻高的 而且魚又蠻大隻的 基本上你把魚抬上來就像做重訓一樣 然後這邊魚 我看也是不太咬了 可能有點視覺疲乏或是知覺疲乏了 因為他們連續兩個小時內 都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今天其實我有試其他鵝 我用Mino還有狗大便 基本上是不太咬的 他們似乎只對這種白色而且浮水的 比較有興趣 最後我想說的是 釣點其實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得到 就看你們用心而已 像這種地方 角路很好 隨便一玩又是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真的是非常殺時間 OK好啦老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如果想要持續自動的話可以訂閱我喔 我是Omega 我們下次再見啦 剛剛沒有錄到喔 然後我就換一個狗大便試試看 結果這個狗大便一丟來就咬了 如果有個気遇rip 我們要watch Anda 按個 divenc 符 Bay 書ι 開動 幫導電話 我們inse은 我們瞬間 確實 是 用